阿里巴巴 马云今年感觉不太好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看到的是 来 中国他们有一些金融监管系统 他就约谈了蚂蚁集团 那同时阿里巴巴在今天也被官媒点名说 你涉嫌有垄断的行为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这个可以说是中国有句话叫卸磨杀驴 简单讲就是现在的政治上的因素 所以以前允许 容许 奖励 马云做的这些企业 这些线上支付 以前说中国多进步 可以用手机支付 无现金社会 现在通通变成他的罪状了 所以这点实在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马云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企业掌握的现金 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现在他的支付宝 平常一般状况下 统计数字当然有很多 但至少5000亿人民币 在他的蚂蚁金控掌控之下 然后现在他对外要发行一个IPO 就是对国外募资 随便就募了380亿美金 美金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国内扶持的外国打 外国扶持的国内打 什么意思呢 国内扶持的中心 这个半导体 外国给他封锁 这也不能进 那也不能进 外国打 现在外国支持的马云 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而且他的网购也好 支付宝也好 被外国认为也有很大伤机 所以外国支持他 他募资很快 结果现在国内 中国国内不允许他 中国国内现在不允许他 其实这个简单讲 讲个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 就是地下钱庄 马云等于在搞地下钱庄 这是他现在最主要罪名 只是他们没有这个名词 就是说他的支付宝 余额宝 掌握的现金数量 大过中国国营的银行了 这个习近平认为 你现在一个单独个人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又不信共 又不信习 这个是不行的 尤其是蚂蚁金服 过去就常有人说 其实这个为什么叫蚂蚁集团 蚂蚁金服 就是切马云的信 讲一讲就变成马云集团 只是他不好意思这么嚣张 所以叫做蚂蚁集团 实际上就是马云集团 网路上马云讲话 不管是不是他讲的到处流传 习近平讲话还要有祭典 大家才要看 马云变成英雄 习近平变成大家私下在摔的对象 这个是中共 第二个不能容忍他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 他掌握太多现金了 第二他掌握太多干部的资料了 人家说马云的支付宝 是地下中组部 因为所有的大中小干部 除了国家层级的干部以外 一般干部谁不用手机支付 这些人的金流 甚至于账户 除了中央之外 马云可以掌握 这中共当然不能容许 所以目前看起来 打压他 让他收敛一些 变成一个不可逆的事情 刚说他的概念是 类似地下钱庄 其实他还有经营别的行业 别的事业 类似是包租工的仲介 对不对 因为他是有一个叫做蛋壳公寓 他马云是一个大股东 那之前我们看到是 共青团还曾经是大力帮他背书 那现在怎么感觉 好像吐死狗烹 这整个情况又不一样了 来东浩哥 整个讲 蛋壳前一阵的出事 就是我在12月初的时候 在中国的网站上看了一个新闻 三镇广州有一个年轻人 因为他付的租金 他一次就跟银行借了一年去付租金 蛋壳出事的时候 真正的屋主没有拿到钱 他被迫一个礼拜要搬 那个是压倒他的最后的道场 最后他选择冲 就跳了 蛋壳后面的大股东后来是谁 是马云 马云集团旗下去投资他 所以蛋壳出事 现在可以连到马云 可是我那么讲 中国有一个问题 中国这十几二十年来 有一种经济非常的活跃 就是互联网金金 我们熟悉的百度 腾讯 一直到阿里巴巴 到蚂蚁金服这些支付宝 它其实都是互联网概念项 它在中国特有的生态之下 它才有办法这样蓬勃发展 在台湾就没办法 我们在世界其他的地方 你也会有行动支付 但是你会用信用卡 中国是一个没办法 普遍用信用卡的地方 所以他们才会发展出 所谓的网路行动支付 进而创造出 蚂蚁金服这样子的怪兽 但是更大的悲剧是什么 这当不是旧马云金服 像他们这样子 网路巨头崛起之后 它可以赔钱抢夺市场 我可以不断的烧钱 我讲一个在上海 大家都有经验的 上海很早以前就有宅配到家 有机蔬菜 当年最早开辟 做这一块领域的是台湾人 在崇明岛 他们在崇明岛做有机 然后宅配 四吃七天 这个生意做起来了 就会被copy copy到最后开始怎么样 消价竞争 消价竞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 你如果有 像马云这样子的集团 投资你的话 你可以烧钱 我烧得起 烧到你垮掉 也许你的服务比我好 可是我赔得起 你赔不起 这个市场就会变我的 等到市场有点变我的时候 你在买宅配到家的 有机蔬菜的时候 算谁的 看我怎么定价 这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 它的资本主义 是非常原始而赤裸裸的 非常的残暴 好 可是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种原始的资本主义 碰到什么 国家主义 党国主义 就个人资本 遇到了国家资本主义 要听谁的 它不会让个人资本 去威胁到它的党国资本 所以马云为什么会这样子 马云不是全对 但马云也不是全错 可是 当马云的公司 你搞出了蛋壳 蛋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给人家怎么样 动刀的理由 等到马云 不只是包括马云 包括腾讯美团那些 你抢 要去进入到传统市场的时候 你开玩笑 今年就业机会很难 万一 传统市场 被这些团购给消灭了 你叫习近平 叫李克强这些人去跟谁哭 会动摇党本 所以马云一定要被处理 而且他处理的 可以跟他讲 大家慢慢看 他不是要处理马云这个人而已 他是要避免中国在制造出 像马云这样子的人 也就是他不可以有一个 民间企业发展成像 可以变成 创造出第二个马云 那会严重威胁到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